第一个股推介是阿里巴巴9988 经济报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 是美债息抽升增加资金成本 不利新经济股 跌加中美角力升级 新经济股短期预料维持震荡 但综合技术走势 前载利好因素等 不同新经济股的抗震力不一 阿里巴巴的抗震力比同业 阿里具有重组利好 其下物流部门赛料 已经是9月底上载招股书 计划在本港主版上市 近日中证监披露 已经接收资料在香港上市被握 随着阿里分拆资料上市 组织架构调整之后 未来紫集团上市陆续推进 阿里股东回报逐步显然 再者双十一临近 季节性旺季大动之下 可能会利好股价表现 走势上 阿里昨天收益79.15 失守7月初低位80.5 短期可能下试年内低位75.8 阿里中期股价在75.8 到102元上落 策略上可以趁调整分住收窄 首个级纳位可以留意76至79元 目标先看前高位86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